这是加密货币交易平台FTX 2022年11月10日的资产负债表 这份资料在FTX宣告破产之际被揭露出来 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FTX破产之前拥有9亿美元的流动资产 但它的债务却高达90亿美元 创立仅仅4年 FTX就出现债台高筑资金不流通的问题 FTX总裁弗里德也在11月11日宣布破产 并且遭到8项欺诈罪起诉 包括窃取客户资金 误导投资者和贷款机构等等 在深入了解这起金融欺诈案之前 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关键词 加密货币倒卖 2017年 随着加密货币市场迎来牛市 比特币冲破了当时1万9千美元的历史性高价 各种加密货币的市值也水涨船高 吸引了大批散户入场 在不同的交易所买卖加密货币 这也就是所谓的加密货币倒卖 1992年出生在美国加州 弗里德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 在一家纽约投资管理公司工作 而他发现欧美和亚洲地区的加密货币市场存在差价 尤其在日本 差价据说可以高达60% 于是在2017年 弗里德在香港成立了贸易公司 阿拉米达研究 进行大量的加密货币倒卖 之后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 在2019年 他成立了交易所FTX FTX属于一种中心化交易所 用户可以在平台上买卖加密货币 但这些加密货币则由FTX平台管理 相当于一个加密货币的银行 为用户的交易提供保障 并且发行自家的加密货币FTT 自此 弗里德有自家的加密货币 交易所和贸易公司 缔造了他的加密货币王国 弗里德一方面鼓励FTX的用户 使用FTT代币作为平台的交易筹码 另一方面则透过阿拉米达研究 大量买卖FTT代币 不断炒高它的价值 这让FTT从2019年少于2美元的价格 一路攀升至2021年9月 84.09美元的历史性高价 阿拉米达研究也不断提高FTT的持有量 并且用作抵押 获取更多贷款 然而这两家公司之间的财务状况 并不透明 直到2022年11月2日 阿拉米达研究的一份资产负债表 遭到泄漏 人们这才发现阿拉米达研究大部分的资产 全都是自家的FTT代币 这让人们开始怀疑 这家公司的资产虚高 原来阿拉米达研究因为风险管理不当 早已负债累累 弗里德在一篇贴文中写道 2022年 由于加密货币市场崩盘 阿拉米达研究的资产缩水了80% 而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指控 弗里德为了帮助阿拉米达研究 在FTX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用户资金转移到阿拉米达研究 源源不断地用作资产抵押 以此获得贷款 此外 弗里德也挪用用户资金 用于风险投资 房地产投资 以及政治现金等等 压倒FTX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在11月6日 当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币安的总裁赵长鹏宣布 退出FTX股权 并且抛售他所持有的所有FTT代币 许多人马上跟着从FTX平台 提出多达50亿美元的现金 这让FTX的资金无法周转 最终在11月11日宣告破产 FTX因此把公司破产的矛头指向币安 指责币安总裁赵长鹏 因为与弗里德不和 在退出FTX股权时 抽走了大量资金 像FTX这样的爆雷事件 已经不是头一遭 在此之前 稳定币UST和LUNA的暴跌 就让许多加密货币公司 遭受冲击 甚至破产 人们如今更关心的是 加密货币交易 该如何得到监督和审查 以防止未来出现 更多的金融欺诈 我也会请公司 提出准备线 哪个市场经济 会控制第二次货币 给了资货币与资货币 和资货币与资货币 这应该应该配合好保护币 以允许不同的危险构 进行不同的危险 新加坡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 尚达曼 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 加密货币领域显然需要监管 但它与监管传统银行不同 不应该让人们以为 这类投机行为可以被正当化 如果您要考虑在管理货币 在同样我们管理货币 资货、资货、公司 以资货、资货、资货、资货 是否则是否则是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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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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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比较为否则是否则 要 Mayo则是否则是否则是否则是能够上你 漫大的资货 以及您将 Pode远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